後來保存水這個奇材 我們先把它用這樣子 我大膽假設 是那 這一節塞住或是下面 然後因為 上面再這樣滴滴滴滴到下去 它慢慢抹出來 所以現在你說樓上二樓的 冷氣把它開一樣下來 因為二樓三樓有通嘛 一樣下來的時候有沒有 它對這裡 它水就對這裡樓下來 如果塞住 如果這邊水沒有出 就是會從 從那個 這邊慢慢出去外面 只是說會比較慢 因為剛才就是可能 冷氣開這隻拔它不會用 然後先這樣子 然後我們水管先把它 把它抹滴滴滴滴多少 我想說也不要太長 讓它拉到肚子這樣就好了 不然它不會水出來就可以了 來 後來重新布線到這邊 我們從這邊把它剪斷 好 咳嗽了 好 開冷氣 那樓上 把冷氣開了 基本上我剛剛應該是一趟吹了 它外面水管下面 我是在拆是那個 冷氣排水孔因為比較小 哪會通呢 要不然這個氣密窗 氣密窗沒有冷氣的話 會受不了 叫它這個水桶這樣會接到很暖 好 咳嗽 好 開下去 沒關係 倒閃起來 衛星座好啊 應該水應該有排下去啦 來 這個水我們先把它擦掉 照說才不能 才不能滴水才對 原本這邊的水把它擦掉 好 還有這邊 都不能滴水才對 好 原本這邊的水把它擦掉 原本這邊的水把它擦掉 他才不會的 原本的樹來這裡 都沾了 好 這樣啦 對啦 它這樣現在灑過來了 有沒有 水管在這邊就從這邊噴水下來 好 這邊的水把它擦乾淨 好 先不要這樣 好 先不要這樣 想你做哪有擠什麼 來 看看 沒關係 個人是覺得應該有排下去啦 好 先大概這樣 這樣子 好 來 我說吼 這現在是說 好像是要叫包通喔 因為我看那個 我們社區包通的名片 它有說清水管啦 然後水管阻塞啦 啊 自然水管清洗啦 這樣水電應該也是有 但是 我覺得應該是包通 比較轉眼 因為包通更有用 針控更可以當輸 你知道嗎 拉跟推都有 好 我可能會叫包通 然後可能 整間樓房下去弄一弄 然後 很奇怪喔 我 我來後手 我有把它測試一種什麼 我們家一種水龍頭 外面的洗手台水下去 外面水到最安全 看不出來 怪不出來 水一直下去喔 那個管路不曉得怎麼分 好 先這樣